参加旅行团常常就会被非带去shopping不可对不对 那么下面看到的这位先生呢 这个团员他花了两万块参加泰国旅行团 结果呢一天之内就跑了三滑的购物行程啊 他说shopping的行程也太多了吧 当地土产店呢还不准他们在外面抽烟呢 就这样子在土胆店里面呢 里面呢一呆呆了三个小时 好像被关紧币一样 而带队领队呢并没有领队的征兆 面对状况也不处理 旅行社现在说呢让消费者玩得不开心 双方已经进行和解 一张张的相片是黄先生在上个月 和同事到泰国旅游的合照 五天假期前几天还算玩得开心 但自费项目还有购物行程 却多的让他们同团一行人不满意 花了这个钱那出来玩又要勾起 就觉得现在旅游业是还蛮夸张的 黄先生越说越生气 因为当时自己自费购买 燕窝和鱼翅的宵夜组合 却被领队要求假假 让他只能乖乖付钱 到了最后一天更夸张 领队连续安排三滩的土产店雪平行 不想逛在外头抽根烟 却遭到店家要求 禁物就像被关几避 旅行社连忙澄清 价位还有行程规划在出团前都有行钱说明 而团员反应领队没有领队证照 也不帮团员想办法会进行了解 购物行程买不买本来就是个人意愿 但在土产店被关了三个小时 任谁都觉得不合理 旅行社坦诚配合的泰国店家 做法不妥当 愿意和解 中心新闻 王一超台中报道